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又是周末啦 又来给大家分享视频啦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没有话题 就闲聊 闹磕 就是这个礼拜嘛 这个礼拜的星期一 就出了这个Chief Selection的结果 像我们这个缝纫机工专业 我们是有大概144个人 然后是生了26个人 然后就我不是被选中的那一部分 名单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半的人我都认识 大部分都是Senior Sailor of the Year那种 还有很多就是干了大概20年以上的 还有的是就是在Spec of Community那种 他就是跟那个Sew Navy Sew他们一起做任务 给他们做支援的 还有一些选项的是就资历不是特别深的 可能有8年到10年左右的那一撮人 但是他们是有在航母上面 去做Ships Company的 就跟船出海的那种 然后我自己的话 这个Evaluation的话 我是拿的EP而且今年的话 10月份还会有一个Ranked EP 就是它其实这个分数 平分分数其实OK 但是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只做飞行中队这个经验 是我的这个背景 其他的那些什么船啊 什么Spec of那些经验 所以他们一般晋升的时候都会考虑 就是去过很多不同地方的那种人 这样子 但是我就就我看了一下哈 就是生了之后要掉去哪里的这个可选的地方很爽 我一会会跟你们说一下 然后我的领导嘛就找我谈了一下话 这样子就说我建议哈 就建议我就每天可以额外的留下来多两三个小时啊 在上班拿额外的这个Core哈 这样子的话就下次就是说可以有更加多一些的几率哈 可以升上去 但我自己的话我不是很想要升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晋升机制哈 这个Selection Board 就它会有很多那种灰色的空间和这个Gray Area 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想哈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哈 就是因为像其他的军种哈 陆军啊海军陆战队这些 你晋升的时候哈 他会有一个像是一个清单啊 比如说你做过这个职位 做过这个职位 做过这个职位 这个这个职位 体能考核拿到这个分数 什么打枪拿到这个标准 你就升了 他们都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升升职的哈 但是哈军的不一样 哈军的就是你就可能 有的是有些人就可能干了七年八年就升chief了 就什么qualification都没有 你不知道他想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难说 所以呢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体验 体会啊 总结建议啊 就是说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哈 就保持一颗叫中庸的心吗 还怎么样啊 然后撸好福利就可以了啊 就不用抱很大很大的这个希望哈 我们一会把这一顿火锅吃完 这是什么 我们一会把这一顿火锅吃完 就回家去选order了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月开始选order 然后是第一个look我自己看了一下不同的选项哈 就是pr1的shortity啊还有chief的shortity哈 就是唯一一个留下能够留在圣地亚哥的就是在我们隔壁的培训飞行中队哈 就只有一个空缺 其他的都是去一些就莫名其妙的地方啊 所以我是不可能会选的了 而且就是很多那个去冷漠的职位哈 冷漠是在我们这边往北大概五六个小时的地方哈 然后然后去冷漠的话就相当于你进职 但是是属于降薪的哈 因为像这里的话这个防武是大概四千四千三左右哈 明年可能会涨到四千五左右 但是去冷漠哈可能就两千吧两千多一些吧 就总之我我感觉就是你在军队里面哈 海军里面不管是海军还是其他的军种 就不可能事事都如意哈 就不可能会按照你的算盘计划 尤其是相比其他的这个军种 我觉得我们海军其实算是比较幸运的哈 我之前在A school做教官的时候 我们海军是要申请去做教官的啊 然后但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的话 他们是真的是比如这个周末哈 我在家里突然就有人会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hello hello 然后就说恭喜你你被送到Pensacola去了 下个礼拜一报到 我在Pensacola那个时候在A school开找会 突然有一个新来的sgt 你新来的吗 他说是我新来的 我就上个礼拜接到这个调遣任入 就让我来这里做教官 就他们是完全没有什么negotiation window 什么这些什么first look second look 这种是没有 他们就是一个电话让你去哪就去哪 我们海军的话起码是有一些选择哈 就多多少少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些职位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情况就算是稍微好一些的了哈 还有就是我有考虑到就是明年哈 比如说我选到留在圣地亚哥的这个short duty的order哈 然后我明年升职的话他们会真的给我order mod order mod就是叫就是更改你的这个order哈 就是像我之前啊我来圣地亚哥之前啊 我是本来是要去另外一个squadron的 我跟我们另外一个squadron的YN1聊了快一年 我说我怎么去check out 然后怎么check in 然后就出发前一个礼拜 就他们跟我说你被order mod了 他们那个squadron的pr2升pr1了 就不需要你了 我说你不要把我送去norvolk去啊 我才买了房子的那个时候 他说不是你就去隔壁的那个中队哈 就我现在的这个飞行中队还在圣地亚哥啊 所以就我最怕就是他们把你 就比如说你在本来是说要去西岸 然后把你order mod送到东岸去 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东西 因为作为我们这种intj的人 他就是就很害怕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变数哈 所以我们这个月是就first look 就一共有可以选三次 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一次选不到 然后再看下一次 然后再下一次 然后实在不行就是needs of navy 反正我就尽量能留在圣地亚哥就最好了 所以呢就是接下来的安排 总体上的计划就是准备留在圣地亚哥 做这个short duty 毕竟就刚买了这个学区房 两个娃就刚准备要开始读小学了 然后我们就换地方 他就就PCS调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个是不是很不make sense 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策下策下下策的话 就是我自己如果要真的被选到 去冷漠啊那种地方 或者Northo那种地方 就我自己去 然后他们就留在这边 而且像你看我后面那些玫瑰 很多的玫瑰 玫瑰玫瑰 就我老婆在做玫瑰园 她的这些投入 就起码有五位数的投入 就什么什么 就反正之前她经常每个礼拜都会买新的这些玫瑰的种类 每天要浇好几次水 而且加掉的水费很贵的嘛 然后要施肥 打那些什么药啊 就是杀虫那些东西就 投入了不少的这些人力物力 如果就掉走啊就搬走了的话 这些花就基本上是荒废了嘛 这个玫瑰园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家里还多了两个猫 目前他们这个海军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猫 飞去日本啊意大利啊韩国啊德国啊怎么样 就海军会帮你把这个猫寄过去 所以这个最新出台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但是我们这个猫也就 我也不打算去海外的基地了 所以就是如果要掉走就放在车里面 就带走也就ok了 除了大方向上就留在圣利亚格 然后就混退休 另外的一个就是我准备去short duty的时候 然后用剩下的那些TA tuition assistance 再读一个研究生出来 因为我之前我在听那个podcast的时候 有人提到有一个专业 叫做master of science in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翻译成中文的话 他就算是一个个人理财计划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是不是 他们这个专业的话 他其实是我看了那个课程表 那个syllabus 他们包含了比如说这个遗产的传承 继承 避税 当然还有还包含了一些投资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 资产的保留这样子 其中还跟着这个CFP 这个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这个证 都在这个专业里面 就我个人的话还是蛮感兴趣的 毕竟我这个频道就讲的就是这个理财啊 投资啊这些超福利这些对吧 还有避税这些 其实没有避税 因为我们所有都是tax free的哈 所以就是我还剩大概1万块钱的这个TA 不用的话那就浪费了嘛 其他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了 就是有时间就多去医院啊 多去medical 把那些头疼脑热 什么阳尾早些不孕不育 都给他记录在案 就以后申请这些VA福利的话就方便很多 就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在下面留言 都会问一些VA的问题 但我现在的话哈 我是现役active duty哈 所以我就不可能就跟你说一些 我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哈 比如说怎么去申请这个VA福利 因为我都不是VA啊 不是这个veteran 我就开个视频给你们讲一些事情哈 我又不是那个freeman 什么都往这个youtube上面放是吧 我们都是这种同手无期的哈 都是手把手的这个过来人 经历过的事情我才敢跟你说 我不经历过的 那我肯定不会说是吧 退休了之后 我就专门做几期这个VA福利的这个视频哈 所以你们就拭目以待吧哈 34年左右退休了 关于这个退休这个安排 我前几个视频之前 我有聊到过就是我自己的一些 就有一些arrangement 像比如说在那个 Fleeman family里面哈 他们有PFM嘛哈 就是财务咨询是这样子哈 但就是你给这个 Fleeman family工作的话 你是需要保留自己的 这个clearance和这个机密等级 我自己的话 我对这个机密等级无所谓哈 他最主要的问题是 你不可以随时的回国啊 探亲这样子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就不好的地方哈 他其实这个工作对我真是完美 毕竟我平时上班的话哈 就同事啊之间 有事没事的跟我聊一下钱啊 聊一下投资啊 信用卡啊 TSP啊 就跟我聊这些 尤其是像我那个领导 跟我说啊 就我做这些CFS 就是collateral duty 就完全没有用的 但这个真的 真的是我感兴趣的事情 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 升不升值 他其实对我无所谓啊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啊 然后升值的话 他不一定把我给安排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去 所以呢哈 就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哈 我就把这个学位读下来 然后自己出来单干了 开一个小公司啊 一个咨询类公司 就是佛系干活 就毕竟这个方面啊 投资理财 什么避税啊 什么这些东西哈 真的是个人爱好哈 然后个人爱好的基础上 都可以带来一些收入的话 那这个自然是很香的是吧 尤其是像我在网上天天发那个meme啊 发那个梗图 就这个Facebook啊 就开始给我打钱了 就也不多 可能一个月可能就几十一百块钱吧 他就 就我 我说这个钱是为什么要给我发钱 然后我就去Facebook那个后台上看哈 就是我发那些图 那些小视频真的会有一些收益的哈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最后说一下啊 就是关于这个财富自由哈 财富自由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选择哈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去做这个工作 我也可以选择拍拍屁股走人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由你自己去管控啊 去做选择这样子 而不是像有的 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财务状况 比如说有个房贷车贷啊 去付还怎么样 像我像我这个车是 2万多哈 然后早就付清了 另外那个车也是反正1万多2万多 也就早就付清了哈 所以我自己是 没有那些负担的 我唯一的负担就是我身后这个房子 然后就2.2的利率 所以我目前的话就真的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哈 而且就是说我这个标题是躺平 但是我真的是躺平吗 我退休了之后哈 就反正就休息一年啊 或者半年啊 反正就在美国这边环游一圈 然后啊再回国玩几个月 最多半年哈 反正我就肯定可能会腻了 就要找事情来做了 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哈 就躺平的意思是什么 躺平意思就是说你不去做很多那些无谓的事情哈 比如说你每天上班10个小时 再留下来做额外的两三个小时啊 去拿qualification 这样子就可以有更好的升职的机会 但是在我看来 它其实这个多出来的两三个小时 它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哈 如果是遇到我自己感觉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还是会去努力这样子哈 这个其实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躺平 就是该努力该卷还是会去做哈 但是就是不会去做那些无谓的卷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啊就烙一下近况更新啊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留个言呢 我们下个视频再烙拜拜 谢谢大家